火辣辣的夏天到了,好不容易熬过了换季的过敏期,又到了和夏季皮肤问题做抗症的时候,在这个高颜值离不开好皮肤的时代,小仙女们又要开始为出油冒斗而神伤了。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,在黄主人中,皮肤处于健康状态的不到10%,处于病态的超过20%,而处于皮肤要健康状态者则高达70%,与上述情况形成对比的是,受调查的人中有86%的人表示从未接受跟和针对性的护肤教育, 11%的人表示,所接受的护肤教育,来自于几次学成才,可见皮肤健康是一件很大的问题,要想做个美美的小仙女,掌握好护肤的三部曲流为重要,合理清洁皮肤,维护皮肤清洁,是保障人体健康的基本条件。 合理清洁皮肤是护肤的第一步,是基础中的基础,粘延下液液,液液当头,皮肤总是感觉有粘密的,感觉总也行不干净一样,皮肤垃圾如不及时清除,就会堵塞毛孔,正确合理的清洁皮肤,可以恰到好处的清除皮肤黏肤的灰尘,无垢,细菌,表面多余的皮质,果多的油脂,汗液,脱落的角质及残留的化钩品, 而不破坏皮肤的皮质膜和浸染保湿因子,使皮肤保持最好的皮肺质和最佳的状态,涂抹的护肤品才能起到是被公败的效果。 一,面部清洁,每天早晚都应清洗面部一次,洗脸和水温相当重要,不宜过高,用温水洗脸是最好的,不仅可以把皮肤的螺系血管打开,还能使肌肤充分地吸收水分和保湿营养成分。 二,沐浴,一般情况下,每二至三天洗澡一次最佳,夏季或喜爱运动者可以每天洗澡,沐浴时间不宜过长,控制在十分钟左右为宜,不宜超过二十分钟,否则容易造成皮肤表面脱水。 三,皮肤不是很油暖化,选择中性的沐浴乳和肥皂较好,即时冲洗干净,沐浴后觉得皮肤干,特途抹身体属或保湿霜。 三,手部清洁,保湿。 想要皮肤长期保持水嫩光滑,做好保湿非常关键。 夏季高温炎热,皮肤水分很容易蒸发,特别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,皮肤总感觉缺水。 皮肤角质层不能及时调节出足够的保湿因子,而油脂线的活跃能力也在减低,脸上的油分变会减少,因此皮肤就不容易绷紧。 在眼下及鼻旁更会出现细纹,为了保持皮肤的滋润,要补充足够的水分,才能有效避免皮肤因缺水,而导致的细纹和干燥老化。 外在补水和通过涂抹爽涡水、清滑水、活泉喷雾等方式,耐在补水和通过多喝水的方式,每天饮水量浅好升。 在洁面时,理想的清洁在于是污,是油又不湿水。 清洁力过高的碱性洁面产品,会导致干性、敏感性肌肤更加缺水。 若酸性的洁面产品,能够帮助皮肤保留皮质膜、防晒,人的皮肤分为润型分为干性、油性、混合性、中性以及特定性。 皮肤衰老主要是光老化和自然衰老,其中光老化在90%,虽然是当晒太阳有益于身体健康。 但或度润晒可导致皮肤光老化、色肝等,还有可能发生与润晒有关的疾病。 所以,当人体皮肤暴露在室外时,应尽量使用防晒工具或者涂抹防晒护肤品。 如何使用防晒护肤品? 1.使用6足量,至少两个好可CM2。 2.最好在出门前15分钟涂抹。 3.在室外停留时间较长。 每隔2-3小时重复涂抹一次。 4.单纯的靠防晒产品,不足以防护我们的皮肤,还应使用遮阳帽、太阳散等。 罗主任提醒,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,呵护好我们最大的器官。 皮肤不仅仅是小仙女们的功课,对男性来说也同样重要。 护肤率健康医症,当前普通百姓的护肤意识叫混乱,存在诸多误区,很多人可能在护肤的过程中选择了不符合自身肤质的护肤品,或者选择了有安全领患的护肤品,对皮肤造成恶劣影响。 活动的目的是向更多的人推广科学健康的医学护肤理念,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皮肤的健康,做到科学护肤,医学护肤,医诊时间,5月25日上午9点,医诊科室,皮肤科,医者服务内容,科学使用护肤品咨询,专家名片,通讯人,事业发展科,黄思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